那个表情跟眼神就是没有要跟你讲话 如果你有跟抓到偷吃的女人对职过 你就会对这个表情很熟 嗯 哈哈哈哈 我们不是两个男人吗 我们是应该站在他那边吧 怎么我一直在觉得他很蠢 然后反而觉得就是说 我们看到女人的反应反而是 对啊 对啊 他确实这个时候会想要这样啊 好不好 我们两个对女生的反应 反而是完全不意外 就是不对 就是会这样 哈哈哈哈 而且这个情境 你不确定你这辈子会不会遇到 但是万一你遇到了 你看了今天的直播 加黄金订阅 你就会懂怎么去处理 今天我跟老板 我们要来针对一个国外的影片 进行回应 那应该算是个女人 或者是个太太 她外遇的一个影片 嗯哼 那一天你大概给我看了15秒 我就已经可以推测 这个这个影片大概会是什么种 想 哈哈哈哈哈哈 先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好不好 Why does he think he's with you? I have no idea I'm pretty sure he's confused Are you videotaping me? Thinking about it Go ahead Go ahead I'm not changing my story about that Okay What I want to know is why when did you become the type of person that would do that? I answered you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部分就是 看起来是有人录影吗 应该就老公录的吧 对老公录 然后老公在跟老婆对职 然后录的 第一个你看一下哦 这个女人的肢体语言 发凉鬼据是什么 她完全是防备的姿态啊 防备的姿态 没有要跟你好好说话 然后老板我跟你讲 因为这个我以前我先看完了 有另外一个解读 我要能不能弄个梗 第二个解读 我们会放在黄金订阅里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一定要的 因为那个解读 妈的大家听到时候 干那个下面的留言会爆炸 哈哈哈哈 陷入三眼 所以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妹子 她的肢体语言就是防备 然后开始对职 你刚好听定这一个啊 那个表情跟眼神 就是没有要跟你讲话 闪避的 如果你有跟抓到偷吃的女人 对职过 你就会对这个表情很熟 嗯 哈哈哈哈 我自己是不熟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边也很有趣啊 一般的男人 一般的 都是你被抓到 不是你抓别人 所以你不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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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不是 你你讲的好像妈的 那个奥克魂的跑出来 这样子是 啊没有没有没有 奥克魂说我才不会被抓到呢 这是奥克哈哈哈哈 把案件错他一下哈哈哈哈 正统的 repio或正统的男人的话 就是连这个对象都不会出现 就直接掰了 会有钳制啦 但是不需要对职 对不需要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更不需要露营 一般人是啊 那我们是用转盘子 下一个了掰了 等等这个情形 但是一般人不是这样哦 很多男人是会一直问 然后去问这个detail 说你是怎么外遇的啊 然后你跟他做了什么 几天几分 对啊 什么时候认识的 然后谁主动 然后第一次在哪边发生 后来又几次用什么知识 有没有做什么跟我以前没做过的事情 待会我们就会看到这些过程 哈哈哈哈 我继续看来 when you say when you fell in love with me that's when you decided to be the type of person that would lie to me it wasn't conscious it was a you lied to me utilizing your daughter as an excuse I have already admitted to all of that repeatly 这边他有讲啊 其实那时候我跟你聊一下嘛 就是我会觉得说 一个父母啊 那会为了自己的某个利益 或什么去利用自己的儿女 去做一件事情 而且是比如说说 我什么什么这种东西 我会觉得没有 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啦 不管你是当什么好人或坏人 纵使你是黑社会也好 你还是有个底线人 跨过去之后 你就不算人 像这中间这个 这种母亲或父亲 其实都有 就是他们会利用小孩 那使用的方式 就我所知有几种 大部分都是拿小孩当人子 跟一个护身符这样子 我看过例子 男生跟女生都有 所以这不用去赞男女哦 某一方会为了自己方便 然后知道另外一方舍不下家庭 以及小孩 通常是小孩 那利用小孩来当人子 那把对方绑在这一段关系里面 预取预求 那小孩子其实自己也知道 但是小孩子 有小孩子的想法 例如说 小孩子会害怕说 假设他反抗 或者在选变战的话 那这个缘就破了 而且小孩子 他们自己心中 也有很多情绪 没有办法去 自己觉察或控制 因为年轻的孩子 他情绪一起来 也是很强大的 他没有办法 像我们在这边啊 就是上一秒 还在那边讲干话 下一秒突然切成正经模式 这样很认真在讨论事情 他们没有办法 你光是要取得小孩的信任 可能就很难 尤其是生长在这种家庭的话 他们其实应该大部分 都已经有一个 非常强大的一个面具 去武装自己 因为他不武装自己的话 他的那个内心世界会崩坏掉 我以前也觉得说 好像就是劝和不劝离 但是后来接触的例子 越来越多之后 像这种例子啊 有时候我们外人 当然不方便这样什么 但是真的会觉得说 其实离一离对小孩比较好 霍音里面 我自己是认为重点 就是何跟离 重点不是何跟离的问题 重点是哪一种方案 是对小孩有最好的结果 我觉得应该这样才对 霍音本来是为了小孩 你像这个例子的话 老婆已经跟老公承认自己外遇 然后还一副大喇喇的样子 还承认自己说谎 然后也承认自己拿小孩来当人质 跟借口来达成外遇的责任 那你就想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母亲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把自己犯的错 直接推到小孩子身上 因为对小孩子来说 他会觉得他对不起他爸爸 因为我 所以爸爸没有办法抵抗 这边我要先普通 因为老板可能没有看到最后面 后来有人怀疑说 那个男的好像不是生父 可能是单亲妈妈的女儿 所以这个不确定 就是有人有这个知名 那可能要看到后面的啦 我现在看到这边啦 我先假设他就是一般婚生子女 不是继父这样 但是就算是如此 那是他亲生女儿啊 他还是用他女儿去说谎 然后搞这种东西 其实不会啊 你现在去装一些交友软体 然后如果你刻意去锁定单亲妈妈 然后去参加一些这种 参会啊 或者是唱歌之类的 你去看那些单亲妈妈 你就会觉得一点都不意外啊 对啦 就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这句话其实也不是乱讲的 对应该是说 你就弄外衣出包啊 你就去那边打炮 然后你你如果拿自己小孩掌 就是就是你应该是会被男人唾弃 这样讲白点好了 这一点的话 我身边没有这种 不爱小孩的父亲 而且这是我去跟很多 有小孩子的父亲聊过天 然后看他们跟孩子的互动 我发现其实男人真的很爱自己的小孩 因为毕竟我自己没有小孩嘛 所以我刚开始是会有一种冲击感 就是哦 原来男人可以这么爱自己的小孩 嗯对 会有这种感觉 但女人也爱自己小孩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也不用特别再补充 来我们继续 I've admitted to it and you keep saying and then when you got caught line of using your daughter as an excuse over and over again yes you get caught you then decide to go fuck somebody else to pay me back for catching you in a lot i don't think that i could go into the whole no well i caught you lying you got mad i did okay and then when you got mad you went and fuck somebody else i was mad at me okay but you went and fuck somebody else i did because you got caught lying now this person is now taxing you saying that he was with you actually all night he was not okay but so he's lying he is lying okay he is lying 所以老闆 他刚刚是讲说 这个女人原本 想要因为什么事情说谎好了 然后可能是要拿她的小孩说谎 然后那个男人 抓到他说谎了 然后这个女生 被抓包 自己做错事 然后她的想法是 就是去跟别男生搞 跟小等生气 对 然后用去跟别的男人上床 来报复 被抓包 这些事情 这有趣点是这样子哦 就是我们现在看上去 不管男女人都一样 可能会觉得这女生 是想要报复这个男人 干妈的 你抓我说谎 我不爽 我要报仇 报仇的方式不是跟你吵架 就是我他妈跟别人上床 我先假设这为真 这种女人最好是可以当老婆啦 不要闹了好不好 哈哈哈 那改天是不是一个不爽 就放火烧你房子啊 对啊 是这样子 而且他里面那一段 根本就是露线好不好 你刚发生的时候 你可能也会陷入跟这个男主角 一样的情境 但是其实你例子看多 你就会知道 当小王跟女人的胎词 对不起来的时候啊 小王讲的比较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种啊 就是小王是要刻意破坏你们的信任 破信也有可能啦 对就是他会夸大 因为他们会用一种类似 我是赢家 赢过你的 我上了你的女人 然后我要把整件事情夸视成 让你更加受不了 那这其实是一个策略 只要他可以有效的激怒你 你就会在这个女人面前做出更多掉价的事情 那女人就会更往他那边靠 对 然后整个局就回不来 就是那个男的会借此得到掠夺快感 然后女生会更不谅解你 那因为他已经做错事羞愧的嘛 那这时候你又更激发他的羞愧心 他就会 人会这样心一横 一不做二不修 那这个时候最理智的方式就是 不要去做任何激化的行为 不管你有多难过 千万不要像这个男的一样 一直抓着这个智慧末节 就是他也不能改变什么 对 这个时候你要做停顺 千万不要把自己手上 仅剩不多的筹码输掉 来我们再看下去 That's a big fat fucking line He say last Friday night last Friday night What does Katy Perry voice mean I have no idea Katy Perry voice 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 然后他们讲完 就是女人帮男人口交的时候的那个 想要把他弄出那个形状 那个嘴巴的那个样 类似那种情形 Wow 我说干这是怎么来的 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查一下 OK好我们继续 I don't know what he's talking about So he's lying I think he was with somebody else before he got to me That's what I think OK Well he thinks he had sex with you all night He didn't Did you blow him near the couch? Yes OK Right when he walked in the door OK So right when you walked in you went out sucking his dick Yes OK Well He references that So he knows it's you Yeah OK He's talking about being with you all night He wasn't Yeah We didn't leave the restaurant until 1030 You just heard that OK There was nothing to preface that But she didn't say that you weren't with him as well Call her back She probably won't take a call since you hung up on her But go ahead and call her back OK now Do you feel bad at all that you did what you did? Oh my god What do you feel bad about? I feel bad that Well for a hundred different things I feel bad Starting backwards or starting at the end and working backwards I felt absolutely terrible that I cheated on you Well you feel bad that you lied to me? Well I was getting there I told you I was working from the end and going back That man问他说 你做的这件事 你的感受是什么 他说他感觉的很糟很惨 老板你觉得他是真的feel bad 如果有的话那个feel bad的程度有多高 我的判断是这样啦 他是真的会feel bad 嗯 但是呢 你为什么要把你feel bad说出right 因为他要说男生问他 帮他讲话一下好了 其实 男生问他男生只问 其实不是 我不晓得观众有没有自己搞啥过自己人生里面很重要的某些时刻 其实你真的觉得自己很糟糕的时候 你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你知道完全就是自己搞砸了 然后你完全没有任何借口 就我还能说什么 我只能去撞墙 但是这种感觉吧 可是当你把这个就 例如说这个男生问他 你难道不觉得你这样行为很脏吗 然后女生说 对啊 我觉得我很脏啊 一旦他把这个我很脏三个字丢出来的时候 责任就到男人身上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当女生说出他觉得很feel bad的时候 男生的语气有软化 男生的情绪被动摇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说出来 说出来就是贡献 你知道吗 是你叫我讲 所以现在坏人是你 在那一瞬间会有一个很微妙的流动 女生不再是一个那么坏的人 然后你变成了在拷问他的坏人 因为你在利用他的罪恶感挖掘真相 理论上挖掘真相 把真相查出来 好理清事实是没有错的 可是当他直接承认说 对啊 我就是帮他吹了 然后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很脏 不然你是要怎么样的那一瞬间 这难得会开始跳针 他已经完全掉进这个互动的陷阱里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 就跟大家讲说 这时候什么时候不要做 对你比较有利益 不要再输筹码 你看 他这样又再把手上谨慎不多的筹码 又再输一部分出去 那在这个两性互动里面啊 你怎么玩这个局 你根本没有办法 坏的 我们看下去 中原生他觉得他自己很糟糕的什么说法 或什么什么娃娃哥之类的 他觉得自己实在很烂 所以他要再做一件事情 再更加的自我糟糕 我们先讲他真的都说实话 他就觉得说好 我知道我做错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就是说真实是怎么 反正都已经爆开 所以我不要再说谎 我要说一个类似实话的东西 然后他在说实话的过程中 就是他自己做错事 然后他生气 然后他报复嘛 可是他都不这样讲哦 他只讲说他是自我糟糕 就是外遇别的男人吗 我觉得有缺点是在于说 这个学兰要玩世界 或是这个女本会 是已经夸张到说啊 我宁愿是一个去搞外遇的 自我杀他的女人 都比承认说我是一个犯错啊 他不认错 还去报仇人的这种女人 我的想法不一样啊 我的想法是 这全部都是一种操弄 因为这个男的一直想跟他谈逻辑 然后女生只要一直把自己 往受害者的角度 那个位置坐 然后这个男人每逼问一句话 他就变成加害者 对所以受害者一直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当一个自我放逐的 讲白的表直好了 就是你比较可怜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做错事情 然后不认错还报复别人的话 就是这个不够可怜 嗯对啊 因为那样是凶手啊 所以他当然要变成受害者啊 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 后来衍生出来的 这是我的论点啊 我看过不少人 喝了酒之后 会做出一些 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那我们假设一个情境 假如有人喝了酒之后 然后拿枪杀了人 那他酒醒了之后 他一定会说我喝醉耶 可是事实上啊 大部分的情况底下 你有办法把枪拿起来 瞄准那个人 然后扣下板击 你就不是喝醉 因为真正喝醉的情况 你会直接就断片 你就躺在那里了 因为我看过无数次有酒客 从那个吧台的椅子上 甚至就是坐在桌前面 五秒前还好好的还在讲话 五秒后突然就咚 就直接那才叫做喝醉 你还有办法把枪拿起来 然后发射 那个其实是你本来就想这样做的 他只是给自己一个理由 然后他没有真的醉 所以像这个情境的话 我听到这边 我会认为就是 他只是用各种方式来粉饰 自己要偷吃 然后来合理化自己的理由 那接下来呢 男生越是陷入这种逻辑性的追答 这个男的就变成坏人 很怪 明明男生是受害者 然后男生只是想要知道真相 然后对一般的男生来讲 他们被背叛的时候 会有个本能就是 我想要知道全部的事实之后 我就可以死心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在想的 但是一旦你在这个追寻事实的过程中 你用这种质问拷问的方式去挖掘的话 你会发现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 渐渐的你就从原本你是受害者 突然摇身一变 变成你是加害者 那接下来女生就可以 你看就是因为你这样 我才会去投赤 都是你害 很多男生不晓得 这个这一招到底有多好用 然后跟多凶险 然后就 就很直长直的一直想要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 因为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只有逻辑这一招 你知道吗 就是男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啊 就是你没有红耀丸觉醒的这种世界观的时候啊 你如果用原本你自己求生的方式 你解决问题 你唯的武器什么 就是逻辑 逻辑没有错 因为像我刚刚的分析也是非常逻辑性的 但是啊 他跟我之间的差别在于他没有知识 那红耀丸觉醒就是给你知识 让你知道两性互动的真实 那这个时候你有知识 你用逻辑判断 就会做出对你比较有利的决策 而不是去下这一个 就是打这一张比较差的牌 他只用这一张牌 对 对那 他其实手上有其他牌 可是因为他没有知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开直播 然后告诉大家说 很多时候啊 逻辑没有错 但是当你知识不完备的时候 逻辑会害你 或者你以为你只有这张牌可以打 但是事实上你不用打这么烂的牌 对 那这个男生他没有这个知识嘛 他有这个知识就知道 他现在一步一步掉进那个 从受害者转变为加害者 然后这个很可怕哦 他这个影片一流出去之后啊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开始同情这女生 然后开始觉得这男的怎么那么 就是你怎么这样 这很怪 但是呢 当你真的有体验过这种鸟毛事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所以刚刚我一边看啊 我就在心中这样 对啊 就是我想不出什么办法 我真是想说替这个男的超度 希望他不要接下来就是 录完这个影片之后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小孩子 然后他还有他的人生 继续吧 看好沉重啊 I don't know how to behave like this So you're saying that you wanted to self-mutilate So if you wanted to self-mutilate but wouldn't self-mutilate actually be like you cut yourself or you do damage to yourself you wouldn't suck dick you just wouldn't do something pleasurable All I did was He said he says he fucked you for six hours I didn't Okay That's a lie Okay well you but you don't remember anything I know what time I got home Did you have safe sex Yes Oh you did He doesn't think you did I don't care Okay so he's wrong about that So but go back You're self-mutilate So you got caught lying You got mad at me You blocked me from GPS You blocked me from talking to you Which is punishment for me catching you in a lie Right I get it Blown at my phone Okay I'm still sitting at dinner Okay So That's when That's when the GPS went off Okay So Did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Reggie Okay But so And so What you're saying is When that happened Then Your reaction to that Is to go suck dick And fuck some guy For whoever how long Because I caught you in a lie And you're calling that Self-mutilation I am Because all it did was Further destroy my Psyche But what you did Was you went and did Self-mpleasurable Right So self-mutilation Would actually be Cutting yourself No You can do it Psychologically Okay So really How do you determine that What do you mean Well how do you know that Are you a psychiatrist Psychologist Where do you get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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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t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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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你这是一个绝对有效的反击啊 所以我才会说 一般人都觉得是你在报复 就外行人都会这样讲 或是路人都会这样讲 对嘛 但是他就想了一下 他觉得没有 在这个时候啊 我承认自己是婊子 照他自己 这个回答比较好 因为他可以稳坐在那个受害者 就是两个人位置就对调啦 我其实在暗指一件事 其实妈现在留言会不爽一点 就是你现在一个老婆 外医去跟别人打炮这件事情 的一种social convention 已经没有什么效用了 假设是以前的社会制约的话 他可以说因为你对我很糟糕 然后你都不爱我 你都不关心我 所以那个男生对我比较好 我跟他打炮 对 那是这原因是因为 我在你身上已经感受不到关心 感受不到爱 对 随便 这是以前 但是现在他宁可就是 没有啊 我就是作奸自己啊 我就脏啊 对啊 对 然后我要自我毁灭啊 我要自我糟蹋啊 然后男生还在那边一直跳针说 自我毁灭不是应该要割完吗 不是应该要自残吗 吧吧吧 为什么是去做一些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我也必须讲 这个男的发问者 他现在已是完全瞎子的状态 我们站在旁边看就是 对啊 他就是伤害你啊 在这个时候 他的那个理性回路其实断掉 其实 我 他虽然在跟他谈逻辑 可是其实他是陷在情绪里 他也知道说他看他被戴绿帽 可是他唯一可以报告什么东西 他唯一可以报复的东西 他用他整理 推导的能力的 因为你刚看嘛 他推导能力其实蛮迅速的 他想要透过他推导能力 去让这个女生讲出 他就这个表情 真实啊 到目前为止是失败的 而且是不断的 他们两个没交锋一次 他就又输掉了点筹码 因为光从语气跟讲话的节奏 我们现在把表情遮起来 你都可以听得出谁占上风 虽然说男方在质问 女方在回答 可是其实女方在告位 对 那你用这种方式去拷问 嫌疑犯 最好是会有效哦 然后这边我要调一下 拉胃口一下 但是老板 你知道话你也不能讲 我们刚刚刚刚讲他的body language 他会讲说他另外有可能性 在下个黄金定位讲吗 那其实老板你刚刚一直讲一讲的时候 其实已经慢慢的推掉 我要讲那件事实了 但是我们一样 放在黄金定位说 好我们继续 我知道很多人说 这个女神必须在外遇 但是很多人会 红药丸觉醒 或是陷入黑药丸这个点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个过程 就是那个女生 后来讲不出后来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解读这个东西 啊因为他道德不好 是吗 我们当然不要讲 女人都会这样做 但是我会讲说 这是一种女人的天性 一种倾向 就是什么叫做 我当我觉得很糟糕的时候 我就跟没有男人打炮 就是男人打炮的时候 我们就是荷蒙起来 就是我们的天性 就是搞固同起来的时候 就算你可能很爱旁边这个女人 那你可能就 男人会想无外遇的点 是因为有很多的情知 他是不想让自己老婆难过 这个是在那个 O'Neill吗 Patrice O'Neill 就说男人外遇的时候啊 为了说 不要让自己的正宫难过 所以他要偷偷的外遇 所以 这不一样 但是这个女生没有 我外遇是 我觉得我很糟糕 所以我要去上别的男人 这两个可能针对 某种道德规范 大家可能都不认同 但我要讲个点是说 这种男人跟女人的 这种天性的一种触发 是很不一样 男人如果你觉得crap 你要报复自己的老婆 然后你被抓到你说谎了 然后我要报复我老婆 然后你说啊 我不爽 我要去外面打泡 没有啊 第一点是你可能没有选择 打不到泡 自我毁灭都不行 其实男人要用这招 报复女人还蛮难的 重点是 你要有自我毁灭的能力 第一点是 你要有选择人才能自我毁灭 那问题是男人 你选择的时候 你根本不用等到老婆 来激怒你的时候 才去报复他 老婆对你跑的时候 你就想要去睡了 当男人有选择权的时候 老婆不会把你当狗屎一样对待 这才是最跳诡的地方 一定是你自己先当一坨狗屎 女人才会把你当狗屎对待 没错 第一点我不是要去讲说 女人都像他这个样子 但是我只想跟他讲说 男人跟女人有某种天性 是很不一样的 你如果没有够清晰的环境 或者是魔花哥 你释放出来的天性的结果 会跟男人很不一样的 他就是觉得说 我自我毁灭 才要去上别的男人 意思就是他选择有多高啊 就是高到说一般的男人 你只能去嫖啊 但是你去嫖你也不用 就是刚刚讲 女人不用记录你 你也可以去嫖 你快乐的时候 你搞不好才去嫖 不会是生气的时候 好我们继续 他在那边说 他说你还决定 继续说谎的意思 这种情形 对啊 他是想说 如果你发现被抓包了 那你就是找一个男人进来 然后跟他打炮 然后他先说了第一个谎 被抓到 然后找了男的来跟他打炮 接下来呢 他针对打炮这件事情 再继续说谎 就是有点像这个男的 这个时候是抱着那种不可思议 就是说 你怎么会说谎 被抓到 然后选择说更多的谎 然后再继续说下个谎 来报复这个说谎 被抓到 并且为这件事情 继续说更大的谎 这是这个男生 现在就是 我们现在在复盘啦 这个情境底下 这个权力是怎么样流动的 然后这些台词 他背后是有什么意义 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让大家看完互动之后 知道说这样做不好 而且这个情境 你不确定 你这辈子会不会遇到 但是万一你遇到了 你看了今天的直播 加黄金订阅 你就会懂怎么去处理 这很重要 这种东西就有点像预防针 它不一定会有效 但是当发生的时候 你知道怎么处理 对你的人生 会有很大的影响跟改变 所以现在还没有 订购黄金订阅的 请按底下的连结 好 没有错 我们今天这个 免费的YouTube上的内容 也确实到这个地方 就是给大家看 我刚刚的总理是跟大家讲 就是说 这个故事讲白点这个男人 他其实有点他是嘎嘛 就是一直想要去弄一些推导 去弄这个东西 没有一般的 不要讲一般的阿法 就早就这些剧情都不会发生 都没了 就是回到我这个影片开始讲 就是说 那个眼神我哪知道啊 突然这个事情的时候 对话就完全结束了 好啊 那老板 我们今天这一个前半段的这个魂影片 我们也太有料了 那么剩下来的更靠北的内容 后面还有大概九分钟的影片 我们就会把这个内容放在黄金订阅下面 那想要看我们接下来最激发的内容 请点 不会啦 我们是 公道博 我们很中肯的 我们很中肯的 因为其实我们从头到尾 大部分都在骂这个男的 哎呦你怎么这样干啊 其实我刚想了一下 我们不是两个男人吗 我们是应该站在他那边吗 怎么我一直在觉得他很蠢 然后反而觉得就是说 我们看到女人的反应反而是 对啊 他确实这个时候会想要这样 我们两个对女生的反应反而是完全不意外 就是对 就是会这样 然后一直在怪男生说 你不应该这样 你应该什么 不要再问了 不要 然后女生就说 理解理解理解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喜欢我跟老板做类似这样回念影片的话 你下面点赞 你的赞会给我们很棒的一个回馈 让我们可以做更多 未来你需要的影片 感谢你看完这一次的影片 那么在这边我要跟你报告一个消息 OK 这个黄金订阅要涨价了 而且这次涨两倍以上 跟大家预告一下 那么但是呢 到11月8号为止 目前呢按照现在的价格 那么大家了解黄金订阅已经是多年来我的一个心血 从四五年前 尤其在两年前就大量更新这个黄金订阅 那么每个月呢 都会给你一到两个 我更实迷更深刻的 自我提升相关的内容 无论是红耀丸觉醒啊 无论是这一个 硬价式的自我提升啊 无论是你这个线上事业所有东西的 整体的 自我提升的内容都在黄金订阅里面 那么就要告诉你 即将涨价 而且涨两倍以上 那么也要感谢这些以前的老铁粉啊 你们当时从一开始就加入进来 那到现在还继续保持持有这个黄金订阅的内容 也感谢你的支持 所以就要告诉你啦 如果你想要加入黄金订阅最划算的话 就在现在点下面的连结啦 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